两大外来物种入侵中国,真的选对地方了,中国吃货也下不了口,外来物种入侵这件事影响了很多国家,他们想出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,不过物种入侵却很少影响到中国,毕竟中国吃货的能力可谓是名不虚传,就比如说前些年在国外泛滥成灾的小龙虾, 到了我国之后,被吃货们做成美食端上餐桌,一年就要吃掉4.5万吨,最后竟然被吃到需要人工养殖才能满足需求了,但是近些年就有两大外来物种入侵中国,真的选对地方了吗? 中国吃货也下不了口,第一种动物就是青稻夫,这种鱼类的生命力极其顽强,繁殖速度快,短时间内就遍布多个水域,而且青稻夫以水中的鱼卵为食,不仅导致当地鱼类濒临灭绝, 而且严重破坏了环境,由于青稻夫什么都吃,导致其肉质特别差,并不适合作为食材食用,也正因如此才在中国泛滥成灾,第二种就是非洲大蜗牛,和普通的蜗牛有所不同,体型特别大,而且繁殖能力较强,以绿色植物为食,饿及了连水泥地都会啃食,并且体内还有各种寄生虫以及病菌,会传播各类疾病,是中国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, 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连碰都不敢碰,更别说吃了,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